上禮拜第十次上課主要是把幾個部分再做延伸 第一個就輸入資料 當然輸入資料裡面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我資料輸入了 並且把總分跟平均都算完了 也輸出了 不過輸出完之後這個資料就不見了 所以你輸入了 因為我沒有把它存起來 那沒有存起來的話將來這資料就不見了 那不見了當然你後續還要輸入不太可能 所以怎麼辦呢 通常我們會這樣啦 就是我們在處理的時候呢 通常會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表單吧 那個表單裡面的話就讓使用者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他的姓名是誰 姓名的那個表單 然後再來成績 假設我們用比較簡單的 然後這個按鈕就讓他按送出 他送出之後的話呢 理論上當然我們上個禮拜練習是直接 按送出之後呢就直接顯示出結果 可是呢今天的話呢 我們可能要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它存在資料庫裡面 那不過存資料庫的話 當然資料庫的總類其實非常多 那以那個Jungle來看的話 其實以Python來看 最常用到的就是那個Sequel Lite OK 那這個Sequel Lite 其實它本身是一個Lite 其實簡單講講 其實我想不管以前用過啦 像手機App也有開發 它其實呢 就差不多類似的東西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 它檔案其實非常小 然後呢 主要是建置在哪裡呢 建置在我們 就是Local端 就是我們現在 現在開發的Server 這一邊啦 不過它的缺點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要 比如說存大量資料的話 效率可能會比較差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 你要是跨很多Server之間 交換資料的話 那可能也有問題 也許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轉換成像我們之前 還有另外介紹過的 那MySequel OK 那其實要把它轉成MySequel 也非常簡單啦 其實只要換個幾行程式啦 就是主要是驅動程式 那部分換一下 其實大概就可以解決那個問題 那今天也許我們會把 上個禮拜部分呢 轉換加一個資料庫 然後把它存起來 存起來之後的話呢 再用查詢的指令的話 再把資料呢 查到網頁裡面 也許可以新增進來 可以把結果再查 查完的話呢 可以把那個表 那個那個表格 把它顯示在網頁上面 那另外的話 頂多是再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修改 跟刪除的那個指令應用 所以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會把那個 上禮拜的部分呢 再延伸 那裡面大概會有哪一些 比較重要的啦 也許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個雲端上面的畫面 雲端上面的話 我有大概有一個示意的畫面 上禮拜部分 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它延伸 所以上個禮拜部分的話 就是一個 三支三的部分 那這部分是有關那個 List 跟字典 Dictionary 還有跟 像檔案讀取啦 所以我們上禮拜 又把那個 檔案讀取 另外的話呢 資料庫的寫入啦 那這部分 我有把 因為我覺得這幾個是比較相關聯的 那我就把它放在一起 一起處理 感覺上會比較連貫性 而且比較完整 那上禮拜主要介紹這個List List List裡面呢 最常用到的 不外乎就是這個指令 就是 哪一個List 要增加的話 有個Append 如果你要增加成績的話 你就Append到它後面 就可以了 其他當然你有 Insert啦 不過Insert的話 是那個位置 你可以用 那個 Insert取代Append 不過它的 最大差別是說呢 它要在第幾個的後面 插入 第三個後面 插入一個 那多一個位置 那個Append的是 Append到最後面 OK 其實 看需求啦 一般用的比較多還是Append 因為我們只是要把資料暫時存在List裡面 不過List 它跟那個資料庫最大的差別是 List它是一個變數 那變數的話 顧名思義嘛 如果這個程序 執行完畢之後 它的生命週期就消失 裡面資料就不見了 那如果說你要永久把它儲存的話 你還是要把什麼List裡面的資料 再丟到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的話就檔案 檔案形式的話 它永久就存在了 它就不會消失了 所以呢 請各位把上個禮拜的部分呢 再做個延伸 上個禮拜是 A B C 三個人的成績 計算完之後呢 總分跟平均列出來 那今天的話呢 我希望怎麼做呢 把它做一個變更 後來上個禮拜還有就是讀取外部檔案 因為如果很多個成績的話 那你可以用讀取檔案的方式 那讀取檔案上個禮拜比較重要的是那個 有一個路徑部分 其實就是這個 然後這個檔案的名稱去找到 它現在的那個檔 你可以外部檔 那今天這個資料庫的應用 跟這個也蠻像的 因為資料庫的用法 那書上有書上的用法 不過我覺得 如果比較簡單的使用就是說 你乾脆呢把那個資料庫呢 放在我們的App裡面 其實就那個那個 把App裡面 然後再去存取 那使用的方式的話呢 今天我們主要是講到 怎麼樣把那個 這個Dori 成績寫到那個資料庫裡面去 那寫入的話呢 大概會有幾個 也許啦 第一個我們把它改成Jungle 不過呢改成Jungle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Python的寫法好了 那Python的寫法的話 第一個 如果我要把那個 成績 假設兩個東西 一個是它的姓名 一個是它的成績 那我用一個input的輸入好了 那input這個部分將來 其實在Jungle裡面 你可以把它轉換成那個表單 那比如說我有一個A 有個B 我把它存在資料庫的話 該怎麼做呢 那其實那個Python Excel的好處是說 比如說你Excel打開的話 它基本上 就已經幫你把那個 你需要的欄位給建立起來了 但是Python沒有啦 比如說Excel打開有A欄 有B欄 有C欄 有C欄 一些類推 那 還有列啦 列的話 1 2 一直往下 意思是說它已經幫你把那個 有點像資料表 直接幫你畫好了 然後你再把資料丟進去就可以了 可是呢 Python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那沒有這個東西怎麼辦呢 我們可能就要請那個 CQL-LINE幫忙 所以這邊的話 後面會有用到CQL-LINE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模組 這個模組裡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利用那個什麼 它有一個 Connect的方法 去建立資料庫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做啦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環境先打開 待會呢 我們會先講那個 在Python裡面怎麼把資料丟進去 並且把它查出來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Python裡面 假設我今天一樣 是在那個Python的專 記得先還不到Jungle 我是建議你先 一般習慣的 如果你對於那個 就是Python的程式運行 還不是很了解 我是建議你先 先在Python裡面先Run一下 所以我還沒有到 這個Jungle裡面的 我先在那個Python的專案裡面 假設啦 我也許在這邊建一個資料夾吧 SQLite好了 然後呢 按右鍵 New就知道嗎 內個Module 這個Module的話 名稱也許呢 這邊我發現它用中文OK 所以我就叫 將成績寫到資料庫 就這麼簡單 那裡面的話呢 大概有哪一些程式 其實雲端上也有了 我先講一下 這個程式 將來你甚至可以拿它來當範本 為什麼 因為其實說真的 寫資料到資料庫裡面去的流程 基本上都差不多 它一定是怎麼樣呢 第一個 你要先建一個什麼 先建一個資料庫 如果沒有資料庫 你怎麼把資料寫進去 所以呢 它第一個步驟 就是建立一個資料庫 不過我這邊叫做連線 為什麼 因為它叫Connect Connect感覺比較像連線嘛 Connect 連連結 那它意思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要放資料過去 那不像eSale eSale是直接打開就有了 它沒有 沒有怎麼辦呢 第一步 你要先建一個資料庫 那資料庫的話呢 它的邏輯是這樣 如果這個東西 什麼什麼.db已經存在的話 那它就是怎麼樣 那就不幫你新增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不存在的話 它就幫你新增 那這個是一個檔案名稱 它會建立在哪裡呢 就會建立在你的module旁邊 也就是現在是沒看到啦 不過等一下 如果這一行執行的話 第一次執行的話 這個旁邊呢 就會新增一個檔案 叫Cursor01.db 這個名稱是可以自己取的 Cursor01 或者其他都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因為我需要一個資料庫的有了對不對 另外的話裡面的資料表怎麼辦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要存取裡面的資料表 裡面當然資料庫可以建很多個資料表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存取其中一個資料表的話 特別注意哦 需要有一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叫做Cursor 特別注意哦 Cursor哦 當然英文名稱就是游標啦 滑水 不過在這裡的話呢 其實指的是資料表 物件哦 意思是說我要去存取它 所以上面這個是存取資料庫 下面這個的話呢 是存取資料表 那反正一個資料庫裡面的結構不外物 就資料庫資料表 那資料表裡面有很多欄位 對不對哦 那我們其實如果要塞資料的話 就用SQL語法 去insert into它 那資料就進去了 所以呢接下來的話呢 我已經建立好一個資料庫物件 一個資料表物件 資料庫物件的名稱 這個自己取的 這個也是自己取的 這兩個名稱不是固定的哦 你可以換個名稱都ok啦 好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哦 我已經連線了 然後呢 也連到資料表 資料庫了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我要在裡面什麼 建一個table 因為我現在要把資料存進去嘛 那存進去的話呢 那我必須要先create一個table 特別是下面這個語法 下面這些語法呢 叫做SQL 其實是SQL語法 SQL裡面的語法 如果我今天要建立什麼 建立一個資料表的話 你必須要學會這個SQL語法 那如果我要建一個空的資料表 特別注意哦 裡面放什麼呢 其實我希望放兩個東西啦 要不就一個姓名一個成績好了 假設我們今天的需求是 幫我放一個姓名放一個成績 第一個欄位就是姓名 第二個欄位就是成績 那當我輸入一個人的名字 然後一個成績 反正一個蘿蔔有坑 我們先練習一個比較簡單的 姓名成績 姓名成績 那當然我就一直輸入啦 那怎麼樣輸入呢 當然我就一個input 請輸入姓名 姓名就輸入 那就放在A 成績就放在B 那我假設人哦 這一行哦 其實是create一個table 那這個if not exist 這個其實不加也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不加的話 在第一次執行沒有問題 可是在第二次執行的話 它會有問題 因為你如果sql已經存在的話 你又再把它create的話 它就會有重複的名稱 會告訴你說這一行執行失敗 那我們這個資料表裡面呢 就很簡單 反正呢 一欄的名稱其實就是什麼呢 就是姓名 一個就是成績啦 不過有的時候 為了要怎麼樣 為了要讓那個程式更簡化 有時候偷懶一下 因為我就模擬那個什麼呢 Excel Excel的第一欄一定是A欄 所以我把名稱取叫A 第二欄叫B 其實A欄我就放姓名 B欄我就放成績 所以以後 當然你未來這個A 你也可以改成 比如說姓名 B的話可以改成績啦 不過我的習慣這樣 因為Excel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所以我就把它模擬成 有點像我就類似像 新增一個Excel一樣 然後再來就Input成績 然後把它輸入 輸入之後的話呢 就讓它exqueue 特別注意哦 exqueue是從那個cursor cursor就是資料表物件 exqueue它就幫我做執行 上面這一行 這一行是什麼呢 Insert into 到那個score的 這個資料表有沒有 資料庫裡面有個資料表叫score values就是裡面的值 那值的話就是A跟B 幫我塞到這個score裡面去 所以我們今天來試一下 假設我今天把它執行一下 那執行的話呢 它第一個會跑這個 所以會先產生一個cursor 因為我現在沒有cursor資料表 也沒有score的資料 這個叫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建一個score資料表 那這個時候執行了 你會發現它底下就會先 跳出一個請輸入姓名 那當你已經執行了這一行之後的話 理論上應該在你的 這個module旁邊會多出一個資料庫哦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增加資料庫哦 其實按右鍵哦 把它什麼 refresh一下 refresh一下你會發現哦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如果refresh之後哦 假設你程式是第一次執行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增加這個東西 那當然未來哦 如果說你已經有這個東西的話 它就不會再重新產生啦 它就是去讀取就對了 所以其實python還蠻聰明的 第一次建立 之後呢 讀取就好了 OK哦 那裡面的話呢 我現在呢已經create 所以在這個裡面的話 還有一個score的資料表 那如果我要塞資料的話 那我就先姓名跟成績好了 那假設姓名是什麼名字呢 假設AAA好了 AA這個人幾分呢 他98分 enter 那如果enter之後的話呢 它會怎麼樣呢 它會幫我把這個成績串串串 串完之後呢 丟給那個資料庫 幫我什麼呢 insert into進去 不過我建議哦 下面這三行執行的時候 比較容易出錯哦 所以我建議哦 以後呢 可以先註解一下 先不要執行 最好是把那個sicle語法 print出來看看 OK之後再往下執行 否則的話 可很有可能會出錯哦 所以這邊AAA enter一下哦 啊 它的成績的話是98分好了 enter 好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哦 它底下哦 我先把它print出來哦 我現在還沒有把這個語法丟給 那個資料庫去去insert哦 那你可以先看一下哦 它的基本語法一定是什麼 insert into 我要寫入 告訴它說呢 到哪一個資料表 所以特別注意哦 你這個資料表一定要是存在的哦 所以你一定要曾經create它 如果沒有的話 它跟你講說哦 我找不到資料表啊 你如果資料表沒給我 我怎麼幫你新增進去呢 好 就跟那個eSale的工作表一樣啊 反正有一個工作表 啊 Values 那如果說你要丟什麼東西 後面的刮壺呢 就一定要什麼呢 一定要給它 是有名字叫AA 成績98分 好 OK 不過你會想說哦 那這地方的話 前後啊 特別注意哦 還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今天 真 建立那個資料庫 資料表的時候是 文字的話 特別注意哦 欄位形態 如果文字的話 那這邊的話呢 一定前後都要單一號 前後都要單一號 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 這明明成績是數字啊 你為什麼用test 其實哦 我先跟我講 我們先簡單一點 因為就像eSale裡面啦 反正你建起來 先建起來再說嘛 那以後如果說你要把那個資料 這個欄位的形態改變的話 你也可以用整數啊 整數就integer 常用的integer 然後 如果有小數點就double 那如果是文字的話就tester 或者是chall 不過一堆 我是建議那個部分 慢慢我們再加好了 那假如說我用文字的話 記得哦 前後一定要單一號 這個單一號也很容易出錯哦 為什麼 因為它一定是寫在什麼 字串的裡面 有沒有 字串的裡面哦 所以你少一個單一號都不行哦 這個也是最容易發生錯誤的地方哦 所以等一下可以先試試看 那如果確定呢 這個語法沒錯的話 一般什麼 再把這個print 註解 把它關掉 後面呢 這三行就是什麼啊 那我就把這個人的成績幫我寫到哪裡呢 資料庫裡面 commit並且close commit就確定把它寫進去啦 就跟你sir打勾一樣哦 好 那把它執行一下 假設我今天隨便寫幾個人 第一個是AAA AAA Enter 第二個它的成績是96分好了 那當然輸入第一個 再來 再練習第二個 假設我們就隨便輸入三個人成績 BBB 好 然後呢 第三個 第四個 假設是CCC 那一樣 假設我輸入三個成績了 好 這個時候也沒有錯誤哦 那表示成績已經輸入進去了 可是問題來了 我成績輸入進去之後呢 那我要怎麼看到 裡面到底輸入到哪裡啊 當然幾個方法啦 第一個方法 好像我們上個學期有提到就是在 那個 用CCLite Browser 那我有再補充資料哦 就是在你們的雲端這邊補充資料 裡面有個CCLite Browser 那這個是免安裝的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打開 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 他說 哦 我現在的那個東西 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邊有一個 Cursor的路徑 Cursor路徑如果不知道 你按右鍵哦 他這邊有一個那個 這個哦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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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路徑他會秀出來哦 所以你就把這個路徑 也許告訴他一下 嘿 我先試一下好了 待會兒我們再看那個 CCLite跟 Curor路徑 這件事